嗨,大家好,我是個室都美好的我們 今天介紹給大家一下 我的太太,很推薦的午餐 耶,就是在地人才知道的 很好吃的午餐喔 夾夾肉乾用飯 為什麼? 冰淇 然後這個就是 我太太吃一碗 辣椒 一蓋起來 我今天要吃的是 肉乾麵 來啦 看起來很好吃的 肉乾麵 香腸也很多 肉也很多 這家店現在很好吃 應該 我跟太太來了 超過八三十次吧 應該遠遠超過 我太太超推薦的一家 他很喜歡的店 我發現那個 台灣的這個湯 其實 要看地方 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北部 中部,南部 然後 這家店是 你看這種 比較多水分的 很好吃 北部比較清爽 南部是比較 濃郁一點的感覺 是不是 當然是 湯嘎人的喜好 但是我覺得 會很好吃 而且是料很多 這個香菜的香味 還有 沙渣醬的那個 湯裡面的沙渣醬 也是非常好吃 這家的椒也很香 這家的椒也很香 應該是泡麵出去做的吧 倒香 微微的辣 不是那種 只有自己而已 我吃一下太太的魷魚 這裡的魷魚不是老老的 嫩嫩 口感很好 很好吃 但是 不容易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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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有 超便宜的 太好了 我欣賞 就是 吃不膩的味道 我們還要買一下 買給價格的 一個油飯跟肉乾湯 大家看一下這個油飯 看起來很香 當枕頭也沒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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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總共多少 總共多少 三萬一百六十 一百塊 好 好幾 謝謝 這家店開多久 我婆婆那一代的話 五六十年了 以前在外面 所以 以前在外面 然後現在是 後來 來這邊已經 二十七年了 從液館裡 比較乾淨 比較清潔 就專門做這個 沒有什麼才藝 沒有沒有沒有 很好吃 你們從哪邊來 我是日本人 但是 大概是台灣 然後我一直就在台灣 都是在工作 對 十年了 在做什麼的 拍影片 對對對 在台灣 還可以 對 對對對 真的 那很優秀 還沒聽 優秀 還有一個人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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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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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邊是 瑞芳的美食館 時間 對 好喝 美食館餐就是 東雷飯茶餐 在那邊 直接走過來 一兩分鐘而已 這家店 這家的龍蜂餐也是非常有名 而且是很好吃 一個大的不佳 好 不來 好喝 有可能 好熱鬧喔 當然是 人少是少一點點 但是 不管怎麼樣 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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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好熱鬧喔 這是剛剛買的紅麵線 你看 熱呼呼的 大家看得到吃貓菸嗎 感覺很好吃對不對 吃貓菸就是 美味的重點 涼涼的 而且是這個大餐 你看 很肥喔 然後 我太太是只點那個大餐 不要放小餐 いただきます 好吃 這個麵線 超滑的 我吃一個大餐 看看 我吃一個大餐 看看 完全不走 好吃 今天介紹給大家的東西就是 全部都是太太 一直愛吃的東西 所以 真的是在地人 喜歡吃的東西 所以呢 大家 參考一下 這個大餐 好吃喔 而且這個麵線也是聽說是 酒公的麵線 花花潤潤 不錯的味道 這個意見好一點之後也可以 如果來到這邊的話 挑戰一下 好吃喔 那麼 就這樣吧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大家多多訂閱 可以看到是Youtube 請按讚然後分享 Facebook的粉絲 大家也有 Instagram 我最近Youtube超過了30萬顆粒 謝謝大家 Instagram也是呢 默默的超越2萬顆粒 但是我在Instagram也是 每次都是播上去 很奇怪的照片 知道要播什麼 但是就 穿了有趣的衣服啊 或者是 拍到了有趣的內容的時候 我們一直走 播上去 所以請大家呢 多多支持一下 嗯 嗯 得了 得了 好 那また 下一個影片見到呢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